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康熙字典一书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著名作家二月和有康熙大帝小说 隆重介绍了这位很多人崇拜的偶像 而康熙大帝登基时候才八岁大小 他是怎样当上皇帝的呢 我们知道在满清路关之后 第三位皇帝就是顺治皇帝 也就是爱新觉罗权业的皇阿玛爱新觉罗福林 他也是一位传奇的皇帝 顺治帝也是一个具有伟大报复的帝王 可是命运坎坷 纵有孝庄太后的扶持 也没能实现自己想要的政治局面 董又飞是他一生真爱的女子 却不幸红眼早逝 后来被封为孝献皇后 顺治帝被痛不已 后来一度看破红尘出家的围僧 当然这也是清朝留下又一位姐之谜 董又飞曾经为顺治帝生下一位皇子 这位皇子的出生 被顺治视为镇第一子 在顺治帝的眼中就是未来皇位的继承人 可见我们的康熙大帝 在当时并不被皇阿玛看中的 可惜的是 这位小皇子出生一年后就病逝了 而玄业和其他的皇子都是述出 大家的集会都是一样的 可为什么选中了玄业呢 原来据汤若望传记载 顺着皇帝年纪轻轻就得了天花 并因此丧命天花在当时的医学条件 还不能治愈属于不治之症 三皇子玄业已经出过天花 孝庄太后曾问过一个西洋人 汤若望与孝庄太后意见一致 于是当时年仅八岁的玄业 就这样坐上了皇位 开始了他伟大的一生 以后只用于是他整个小兴 以后感觉到了一生 一生 二十年 次伟大的一生 我的 二生 军 与